4月16日,作为亚洲最大的商务航空会展 2019亚洲商务航空大会即展览会 ABS 2019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公务机基地正式拉开帷幕 除了波音、旁巴迪、弯流等品牌带来大型豪华公务机展示外 直升机也是参观者关注的一大焦点 不少海内外知名公司携直升机或参观的领先产品和尖端技术 进行了多维度展示 我认为直升机在这种特殊的地形 它的适应性比较强 然后它的性价比比较高 我在公务机的市场上 未来的趋势可能会比较好 霍尼威尔在航空领域的先进技术和产品数不胜数 在直升机领域 来自霍尼威尔的产品更是便捷机头到机尾 在本届ABS上 霍尼威尔展出了多项最新技术 包括专门应用于航空领域的互联网解决方案Jetweb 它能在4万英尺的高空中实现便捷的互联网接入服务 而间断的垂直起降飞行器系统 则能支持在未来实现飞行器全自动操作等 同时霍尼威尔在当天还发布了第21期 涡轮动力民用直升机采购展望报告中文版 预测2019年至2023年期间 全球民用直升机交付量将达到4000架 我们预测到4000架预测到达到4000架预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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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5% 但我们都认为这些人在谈到4000架预测到4000架预测到5个月 但这些人在谈论最大型的平台 我们的朋友们说他们会改变21%的那些航空机航空機 他们会改变5千年以后的5年代 这些是我们非常好事的新闻 因为这帮助产会加上升 数据显示 按照直升机分机型来看 中型双引擎直升机市场表现最好 这其中就包括了在本届ABS上展出的 由意大利莱奥纳多直升机生产的AW139飞机 它曾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卵会上有过展出 是当时进博会最贵展品AW189飞机的兄弟款机型 不少参展商表示 直升机作为公务机的补充 以400公里点对点可以做到更便捷和快速的将客户接载的目的地 而随着低空空域开放 他们对于中国的直升机市场潜力也是相当看好 也期待能为中国的通航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直升机现在离老百姓越来越近 那我们说比如说现在的低空的空中游览 因为直升机它其实上是一个平台 相当一个平台 根据你不同的用途 那你可以加装不同的一些配件 可以显装件 这个在全球的整个公务飞行旗上 它的市场份额在发达国家旗上占很大部分 那在中国我们说通航还是一个起步阶段 也是期望未来的在中国的这个公务 这个商务的飞行 可以等于是有更多的这样的 为中国的通航的发展 会发挥我们的这个作用 据悉本届ABS将在上海洪桥国际机场 公务基地持续举办至4月18日 为期三天 本届ABS